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 我需要一个人帮我按 好 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这四个字 忍耐到底一起来读好不好 忍耐到底 我问你朋友有忍耐到底吗 那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是不是 基督徒有没有忍耐的心 基督徒也有忍耐的心 不往往就没有忍耐到底 你看耶稣如果他没有忍耐到底 死在十字架上 有谁能够得救 如果耶稣他犯徒的时候 他放弃了 这条道路太难了 我们就没有盼望 没有希望 我们就做主灵到我们身上 所以耶稣他忍耐到底 就是爱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现在耶稣不只是 哦一切就是利了吗 还要有忍耐的心智 会有许多的讨厌 灵到 所以我们依然要怎么样 忍耐到底 忍耐到底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在世界上 你无论你工作 无论你在家庭 无论你行事 你做什么事情 是需要忍耐吗 你是需要忍耐的 凡事都需要忍耐的 没有一件事情你所做的 不需要忍耐 不过可以肯定一样东西 你在外面世界 所忍耐的事情 不一定成功 不一定成就 但是今天你来到上帝的命迹 你跟选主这个路途 你忍耐到底 告诉你一定成功 一定有圣经法师 你不会 你不会 落空的 上帝也有放弃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信的主 我们要学习 忍耐到底 这个世上 现今一世会 对忍耐这个词 已经不再看重 已经不收完理了 因为现在人都是要 要快是不是 就是火车要快 火车也要快 飞机也要快 是不是 电话的网机网络也要快 是不是 啊 连吃的快餐 只是吃快餐 是不是 还有什么快 现在还有一些年轻的 他喜欢什么 快快的快的 听过吗 快快的快的 讲快快的快的 把两粒无品 兴奋机也吞下去 哇他就咬头了 他就很兴奋 快快快的 快了 有些人快什么 快快读书 哇快快读书 快快长大 快快成就 快快 我有一个一番事业出来 快快 有些人怎么样 快快快快结婚 啊我要结婚 8月25号 但是我不是快快结婚 我是被记住很多次的 你知道吗 啊 心都碎了 姐姐可以看到我的棋子的时候 你当初记结我 快快结婚的结果是会快快离婚 所以祝我不要快快 我是等了 差不多整就不灭了 那快快呢 快是好的 但是如果因为快而逝去了忍耐的心智 就有过了 这样子就不对了 忍耐的时候要忍耐 快的时候要快 不要因为要快而逝去了耐心 早上 昨天 昨天看到一个包子 这些歹徒 有一个驾罗里的 驾罗里的 驾罗里的 他就是锁石放在车上 他去买东西 回来看到有一个歹徒 抢着他 爬上去他的罗里 要驾走 结果那个人怎么样 民主人 躺在地上 不要给他摩尼过 结果怎么样 他摩尼照过 死了 当场死了 会很快快发财 不执手段 所以不要开玩笑 现在时代太邪恶了 太承包了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都要忍耐的心 没有忍耐的人都会想要快快发财 想一些不止手段的事情来做 所以世界就是这么乱 为什么 这叫快 不要不愿意这个忍耐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信主的人也同样 如果我们要 我们要在我们性感的道路上成功 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大家说信心 信心 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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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信心 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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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都信 不说他信耶稣 但是他信了 沦落 他不了解这位上帝 他已经信了 已经信了 但是没有信心依靠他 你告诉他说 神会医治你 神会帮助你 但是他的信心 没有 就是很小 或者是不相信 没啦 你不会啊 没有信心 所以基督徒 要有信心 要忍耐 要等待 要忍耐 要等待 除非怎么样 我们要有一个目标 可以相信 基督徒为什么有信心 有忍耐 有能够等待 因为他是相信神 相信神是信实的 相信神的话 永远都会改变 所以他坚持 用信心相近 忍耐和等待上帝 所以相信 非常的重要 相信什么呢 我们来看第一个答案 大家说 相信行事的神 相信行事的神 我们的神 是行事的神 做事情的神 他不是高高 坐在宝座上 等你们来拜他而已 他有做事情 他到附近 还是做事情 而且神所做的事情 我常常说什么 神所做的事情 没有一件事 跟你没有关系的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了你 为了事 算了 每一个人 他不会做些无聊的事 与你没有关系 我们的神做事 我们的神做事 是认真 不是开玩笑 最近我们有福了 我们的神 要在你身上行事 昨天星期日晚上 哇 师母留一首歌 叫做 耶路华为我们行的大事 我们的神为我们行的什么事 是大事 告诉你旁边的说是大事 大事 我们的神心中是行大事在我们身上 行大事在我们身上 好我们来看 英文 创世纪二章一到二节 天地万物都造起了 到第七日 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 谢了他一切的功 安息了 我们的神 创造天地万物 生命的源头来自他 天地万物的事情来自他 所以 每一件事情 无论你个人的事情 社会的事情 家庭的事情 都是上帝的事情 你全部认识上帝的时候 这个是我的事情 我的孩子是我的事情 我的未来是我的行我 所以你很重担 这条路你行得很苦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的神 祂是行事的神 祂不断地在我们身上 行事 工作 创造 所以我们只是神所造的一份子而已 我们只不过是仆人 顺服上帝的带领 神造的天地万物 把你放在那里 带领你 这个经文他讲什么 有一个重点吗 天地万物都造极了 没有人要缺少 造极了 我们的神不是为了做事情而做 祂所做的事情是一定成就 而且是造极了 弟兄姐妹 现今的时代 许多人就在吗 做了很多事情 没缺 这个没缺 没有空 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到最后 有没有成就啊 有没有成功啊 也许有些人曾经成功 但是怎么样 现在 没有了 人就是这么软弱 人就是软弱 但是我们的神 所做的是一定的成就 所以今天我们信号他 有盼望 他说你旁边说 有盼望 有盼望 好我们再来看 我们的神 他行什么事 其中一个重点 这里讲到 烦恼不当重当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们的 他要做一件事情 这是什么 把你的重担拿着 不过你要来到 他的命迹 你要来到 他的命迹 他要死你都安静 所以你每一天的 祷告 生活 留住生活 非常的重要 神应许我们要得到 安静 心里有平安 心里得到释放 你试想看 一个人的心里 他的心里 没有得到安静 很多的压力 很多的自卑 哇 很多的埋怨 他只能去做事情 他能够把一样事情做得好吗 不能 因为他的思想里面 他的心灵里面 所充满的 是消极的 消极的人 就能够做些什么事情 他的第一步 已经错了 他用他的消极 来开始他的第一步 错了 你要用安静 来开始你的第一天 不用让消极 后面的事情 决定你的命运 我常说 神这家的神 positive 不是negative positive 看到吗 信他 总是有好的东西 交在你的身上 所以我们要 相信 常常来到上天的命运 祷告 让神释放我们 让神再次用他冷话 他没有 我常说 一个基督徒 如果他不懂得 他叫上帝 在面前的安静 这种的人 他是 像一个老人 年纪很大 还要搬很多重的东西 桌子椅子在上面 耶稣就像一个年轻人 看到 哎呦 阿姨 阿姨 怎么你 这么大年纪 还要搬那么多东西 我年轻人有力 我来帮你 拿走 我们上帝 就是这样子 他要让我们肩膀 肩膀 是亲神的 所以你不要全部压力的东西 把他 啃在你的身上 学会找头 上帝的事情 告诉你旁边说 这是上帝的事情 这是上帝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 圣经诗篇68辈 实体接线是什么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这是拯救我们的神 是应当成熟的 拜祭我们上帝 阿姨 我们的神要天天 背负你的重担 你有没有天天经历 有没有 天天 你每一天能吃 喝 你的需要 你的工作 你的未来 你的家里 你的孩子 你的岳父岳母 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公共婆婆 上帝怎么样 他都要 他都要帮助你 就像一个 父母呢 就是要去照亮 孩子一切的需要 看不到孩子的需要 要肯定他的孩子 能够不断地成长 能够不断地去发展 母亲就是为了孩子的事情 我孩子忙这个忙这个 为他准备这个 为他准备这个 更同到我们的上帝 是不是 那上帝阿姨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 他是拯救我们的神 圣经说什么呢 许多时候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就像这个羊一样 以赛也十五十三章六千 我们都如羊 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利 都归在他身上 耶稣要背负我们的重担 但是罪人怎么样 说 不用我走我自己的路 你知道吗 上帝原来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 一条祝福的道路 但是罪人是要离开上帝祝福的道路 所以弟兄姐妹 你信了主 你不需要担心 你不能够得到祝福 你不用担心 因为行在上帝祝福的道路 行在上帝所预备的道路 是上帝的旨意 如果你骗你的上帝祝福的道路 和预备的道路 你是罪人 弟兄姐妹 原来罪不是讲到我们贪心 不是讲到去打抢杀人 原来当一个人 没有行在上帝祝福的道路 他是偏行几路 他要我们行在他的道路 所以弟兄姐妹 你放心 你的家庭完全交错 你的事业里面一切完全交错 上帝要我们行在他的道路 他背负了我们的罪 圣经说 罪 死到一个人不能够恨通 圣经说 遮盖自己的罪孽的必须恨通 原来在这个世上要成功 不只是讲到 只是只会 能力 还有讲到罪的问题 罪会带来救主 救主灵大 会有病痛 会有死亡 会有贫囚 会有很多人拦阻 所以变速他来到世上 这是要把我们的罪孽当当 拿走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的罪 让我们看到前面祝福的道路 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观念 一加一等于二 在神的观念 一加一如果有罪等于零 神不会有大理成功 是不是 明白吗 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要骗心几路 想要这个 用那个要那个 一直加加加加加 每个人没有回答 在上帝的面前 不要让罪遮合上帝 给我们福分 阿们 我们再看 彼得签书 二章二十四节 他被过在木头上 轻生当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医上活 因他受了病伤 你们得了医治 我要强热的是 因他受了病伤 我们得了医治 弟兄姐妹 今天你有病痛的 有问题的 你不要放弃 你继续报告 不要觉得说明了 我生病了 上帝要考虑 继续报告 相信神就发生 上帝不是要让他的孩子 病痛 上帝要医治他 耶稣付上这个重大的代价 使在十字架上 就是要使我们到医治 他的冤伤 他的丁肯 要使我们得到医治 你要相信一生姐妹 可能你没有外战的 外战的病痛 有可能你有心灵 心灵伤 生病 有一些人 他没有外战的病痛 他的心灵 很多问题 比如说自卑 比如说他看自己不起 他觉得我活着 哎呀没有意思 人生太复杂了 我不能够成功 可能有一些人 他因为受伤害 可能他小时 他妈妈妈还去笨蛋 他就心灵受伤害了 生病了 一病就病了五十岁 所以 你看我的妈妈的那个年代 就是我的长辨的来 那个年代 常常会听到 那些阿公阿嬷 妈妈一个 丢栽的 你讲对吧 没有好啊 哇 我嫁回来 没有好世故 没有好命回 给我四三十五 所以我们就 被我 哇 哇 孙都已经有了 你知道吗 但是那婆婆 想当年 他怎样 怎样怎样 这个想当年 对啊 哇 这个心灵 还没有得到一致 他病了 病了 所以弟兄姐妹 要来到上夜的面前 等到一致 不要让这些消极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伤害的事情 伤害的事情 放在我们心里面 同时我们来看 在太书3加13到14节 基督就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受助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着说 反过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 大家说亚伯拉罕的福 亚伯拉罕的福 使我们应信得着所应许的生命 耶稣死在此之下上 但当我们的咒诅 为了要叫亚伯拉罕 如果您读圣经 您知道谁是亚伯拉罕 在亚伯拉罕的时代 是古时 亚伯拉罕是最门迪的 没有人比得上他 上帝大大赐福这个人 使用这个人 是有钱人 什么都有 不过孩子他没有 过后他有 过后他等了差不多整一百年 才有那孩子 亚伯拉罕的福 亚伯拉罕当时 上帝称他什么呢 是多国之父 他本来的名叫做亚伯拉罕 但是上帝称 你从此又不要叫做亚伯拉罕 你要叫做亚伯拉罕 你是多国之父 万国万族万民 要应证你得福 今天这个福要临到谁的身上 我们的身上 所以你不要看守你自己 万国万族万民 要应证你 应证你得福 你要相信一种结明 所以今天开始 你要有梦想 基督徒要有梦想 不要停在那边 不要说不能 要有梦想 要相信你的生命 可以祝福千人万人 可以影响全世界 可以改变这个时代 这样是宝贵 没有梦想 我一个朋友 他是青少年牧师 他的 病友 都是 比较年轻 二十多岁 有许多都是 读到FPM 就出来做工 做工没有读书了 做工做了很多年 然后牧师就考着找 你去读书 你要相信 你要赶赶梦想 你不要觉得 你不能读了 去读 一开始的时候很挣扎 要读吗 这样老了 老不了 老明了 还要读书啊 他去读 读了毕业出来 他的薪水 比他之前多了三十倍 基督徒 不只是这样罢了 基督徒是有能力的 要有梦想 神的兄姐妹 你要相信你来到教会 教会有很多信 教会 你来到我们的教会 虽然是三百多四百人 但是你来到这个教会 你不要带着三百四百人的心情 能梦想 你要相信这个教会有一天 从三千人 五千人 一万人 教会要成了五千人的教会 怎么样开始 从你们开始 上帝的祝福先领导你们 让你们每一个都成了亚伯拉罕一样 才能够带你更多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 是不是 所以你的见解很重要 上帝要赐福你 让身边的人看到上帝怎么样赐福你 怎样开平 所以基督徒走出去的时候 要让人看到 我的生命 有耶稣的同在 有耶稣的祝福 有耶稣的能力 有耶稣的神迹在我的里面 相信你 开始我们上帝 耶稣对一个妇人说 他说什么 复活在我 生命里在我 幸福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幸福的人 必永远 不是 你信这话吗 这就是我的重点 你信这话吗 你每个星期听到 每一天大概圣经 但是你是信这话的人 你相信吗 弟兄姐妹 非常重要 你相信我们的神 是行这神吗 你相信耶稣会我们行大事吗 你相信我们神 会我们担担我们的重担吗 你相信 这个经文 当时我们也死的担心 死亡 人死了 一定会下预见 不管 不管是什么宗教 人死了 一定会下预见 但是 基督徒不同 上帝命运行什么 复活在我 生命在我 你并不下预见 你要得到 永世的生命 直到永远 何等大的运行 何等的赖马 弟兄姐妹 你要相信 要相信 有许多的考验 你要忍耐 弟兄姐妹 我担保你 你的忍耐一定得胜 不会落空 坚持相信 相信 祷告在祷告 大家一起来读 忍耐 等候主 忍耐 等候主 是的 信心 相信 是要经过考验 也要忍耐 等候 如果一个人说 我相信主 但是他没有忍耐 他自己变了自己 我们不只是要相信神是谁而已 你明白吗 魔鬼也相信神了 他也知道是神了 他是神 不过他是背叛神的 所以成为撒旦 所以这个福也相信神 但是如果他没有忍耐 他的相信 这是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 相信 要忍耐 要能等候 一个人 如果他不能够忍耐 他会怎么样 他会陷入怀疑 陷入惧怕 甚至恼怒 罢狂 或者是灰心 那如果你有读圣经 你就知道 有一个人物 叫做摩西 大家说摩西 摩西 摩西 不是摩东 摩西 摩西 他是 上帝所信取的一个领袖 要拯救这个 以色列人 出埃及 进入到 上帝所应许的 这个将地 所以摩西 他就带领 成功的带领这个 以色列人 出了埃及 但是以色列人 他们很 他们的心很硬 常常不顺服摩西 不顺服神的仆人 不顺服神的领袖 所以 有一天 以色列人 他们不要听摩西的话 不要跟摩西 赶快 不要顺服 他代理 那么上帝呢 就 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叫 摩西 你先把你的百姓 全部招进来 在三脚下 等我 我要跟我的百姓 说话 摩西就招 去招集 全部的百姓 在三脚下 神来了 神出现的时候 怎么样 整个大山 冒烟冒火 大地人动 天大力 神一讲话 祂的圣体像雷公这样大 所以以色列人 百姓全部趴在地 吓到 就找东西过去 我们不敢跟上帝讲话 我们要跟上帝讲话 我们愿意听你的话 讲话怎么可怕的 上帝同在的时候 龙光照耀 烈火都出来 天都大 不是开玩笑 这大的神啊 你知道吗 大到难以想象 但是呢 这个 以色列人 他们 他们 到最后还是没有忍耐的心 上帝 招了摩西说 摩西你上山来 我要朝见 我要 我要 我要奔 我要奔 把这个十个御法给你们 摩西就上了山 一上就多少天 四十天 百姓在上天等 摩西奇怪 去到山上见神 四十天还没有下来 哇 不能等啊 他们就怎么样 来来来 全部 把你们的精气 全部拿出来 把它烧了 然后做一个精灵 精灵 做了就是说 那 这个是我们的神 从此 全部人要拜祂 祂要带领我们 哇 上帝知道了 就说摩西 你赶快下去 你看你的百姓 做了什么事情 摩西就下去 很生气 那个精灵 拿出来 把它融化掉 把它磨成粉 放在杯 然后放水进去 全部人喝下去 你们所造的 你说这是神 现在喝下去 你肚子里面 哇 摩西本家 上帝也审判那些 做精灵的人使用 造那些东西 来代表 全人的上帝 不要开架 会死 所以我们的家 也是神庙 是第一个新竹 今天成了牧师 建筑 所以华人 就是不知道 以为造了那些东西 那是什么 不知道的 这个是上帝 今天我们回到 上帝的面前 知道原来 我们是创造 天意外 马上不是那么紧的 所以我们今天是没有盼望 来没有 没有 那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像这些百姓 虽然我们看不到 我们听不到 我们不知道前任道路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事情会发生 这样的生命里面 我们不知道 我们俩说 不怕 但是不要紧 我们继续相信 原来 不要像这些百姓一样 埋怨上帝 圣经说什么 圣经说什么 你看 你们经济若听他的话 就不肯定自行 要相信他 像惹他发虎的日子一样 那时提借他 惹他发虎的是谁呢 岂不是跟着摩西 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 神四十年之久 又怨犯谁呢 岂不是那些犯罪 尸首倒在旷野的人吗 又向谁 启示说什么呢 不容他们 进入他的安息呢 岂不是像那不信仇的人吗 这样看来 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不信的运输 这个经文是指导 讲到这些以色列人 不信神 全部 几乎时代 旷野里面 是因为他们不相信 常常发怨人 常常爱怨 常常不要神 要经流 不要上帝 摩西上去四十天 不能等 要找过另外的神 这是人的问题 所以你说 不要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的 胜过勇士 自伏己心的 强如取成 不要发怒 没有耐心的人会怎样 发脾气 一直发脾气 一直发脾气 一直买月 所以当一个人买月 发脾气的时候 什么都想不到 所以我们要自伏己心 强如取成 自伏自己的心 就好像赢得一个 城堡了 所以第三个准备 要持住你的脾气 进入图性 主后才需要改变 要忍耐 那有一个新婚的 新婚的家庭 什么是新婚家庭 就是刚刚结婚的 刚刚结婚的 一个一对夫妇 新郎就在公司里面 受了上司的责备 哇 好好贵 所以呢 他就 哇 这个新郎就不爽 回到家 回到家的时候 新娘子呢 已经预备了饭菜 在前面 这个新郎 不开心 不过他先吃饭 又吃 吃吃吃吃 就扑 就是什么呢 一杀 他就生气 你的精神是缺了哪里 饭也过一组 不错 哇 这个新娘子就怎么样 哇 你堂堂 男子汉 是帮伊丽莎 放太大的脾气 对不对 这个新郎 说张伯仁说 做错了还不悔改 还硬嘴 这个新娘子 一定想事吗 发太大脾气 还硬嘴 slap下去 新娘子就怎么样 啪 睡着还打鱼 去房间 收拾行李 离开 就在里门 很小事是不是 很小事了 就是这样小事 所以脾气 不要改 不要发 我也是常常发脾气的人 现在改了很多很多 都难以相信 改到结果 好像没有脾气 这是真的事情 这是真的事情 那科学家牛顿 科学家牛顿 认识吗 牛顿 在他晚年的时候 他老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在我发现的东西中 最宝贵的就是 忍耐 忍耐 再忍耐 科学家 不简单 要忍耐 要忍耐 常常忍耐 基督都要忍耐的心 不要容易放弃 那讲了这个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在圣经里面 被称为信心之火 讲到信心 他是罪有信心 没有人被救他 不过他曾经 他年轻的时候 也做过 做错事情 因为没有耐心 第一件事情就是 亚伯拉罕 他在七十五岁的时候 七十五岁 上帝就跟他说话 亚伯拉罕 你离开你的本家 本族本地 去到我要离去的地方 加拿地 离开 亚伯拉罕就 上帝呼召 叫我出去 去加拿拿地 他就去了 去到加拿地的时候 那边发生大饥荒 没有食物 没有食物 哎呀 上帝叫我去这么 这么 这么痛苦的地方 什么都没有 我要饿死了 所以他就回去了 去埃及 埃及什么都有 他不舒服上帝 上帝叫他去那里 他回口去别的地方 结果去到埃及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呢 哦 原来他的妻子呢 很美的 很美的 埃及王看了就很喜欢 说 哎 亚伯拉罕 这个是谁来的 那亚伯拉 他就 他就很胖 中间 这个是我的妹妹 我的妹妹呢 我的妹妹 哦 埃及王就把他的妹妹出去 他所说的妹妹出去 娶气 结果呢 哇 神生气了 把大灾难降在埃及的身上 埃及王的身上 他的国家 哇 埃及王就 就 哇 不能忍受 我去找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你出来 你要害我 这是你的妻子 你说是你的妹妹 哦 你看到吗 因为亚伯拉罕 他没有忍耐 差一点连他的妻子都没有去 上帝叫他去那里 他去那边 遇到困难 遇到计划 没有忍耐的心 差一点连到火 还有在他七十五岁的时候 上帝学人 在七十五岁的时候 上帝护照他说 你离开本地本家本族 而且我要使你成为多国之度 我要给你的孩子 但是这个亚伯拉 他听了哦 他等个十年 奋等 他妻子 萨兰就叫他说 你去取我的女佣 功能 做你的借 做你的借 然后生一个孩子 他也去取吧 随便找一个老婆 找一个女生来取 然后生一个孩子 不用等上帝 上帝的命运太慢了 不到几时 我先自己解决钱 结果这生出了什么后代 以斯玛利 以斯玛利就是在中东这个地方 跟以色列不断地在那里打仗 现在中东跟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跟这个阿拉伯 在中东那里不断地打架 他们小孩 他们孩子小小 不是叫他们读书 就叫他们先拿枪 像个国家 你知道吗 哇 亚伯拉罕因为他不能够等 随便找了一个女生 生了一个孩子 结果照出今天的过满 哇 炸弹 没完没了 所以不要冲动 亚伯拉罕 印证很害 这个功课没有学好 上帝没有让他skip掉 上帝在他一百岁的时候 给他的孩子 而且亚伯拉罕 他把他的孩子 独生子一个了 要个十多钱 上帝来了 之前你没有忍耐 现在亚伯拉罕 把你的独生子 现在祭坛 烧给我 献给我 亚伯拉罕 这次他学到了 他真正把孩子 放在祭坛上 他拿到 要吓的时候 有没有吓 天使出现了 Stop 亚伯拉罕 我现在知道了 你没有把你 你最爱的孩子 留下不给我 你住心 我把我吃福 还把孩子带下来 上帝还是讨厌他 所以基督徒不要 不要 不要讲啊 不要Sokkan 上帝要你学的 但是 亚伯拉罕是经了这个讨厌过后 上帝祝福他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这样亚伯拉罕 记很久忍耐 他说很久忍耐 就得了所应许 对 他很久忍耐 很久忍耐的基督徒 不会过亨 告诉你 会若空 上帝祝福你 上帝必成救 凡等候耶路华 心里寻出他的 耶路华必施恩给他 人仰望耶路华 静默等候他救恩 至于是好的 等候 心里寻出他的 上帝要施恩给你 上帝不会让你一个来进他们的空手回去 所以你要过多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去给他 上帝不会让你的祷告落空 基督徒的祷告是不会落空的 因为上帝给你有祷告的权柄 有的祷告的权柄 祷告一落空 是祷告的 上帝有的权柄 让我去祷告 亚伯拉罕信神 神就算为他是一个义人 可见爱以信为本的人 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 一同得福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 亚伯拉罕信神 他得到五分 然后 信心的我们 像亚伯拉罕这样来信神 也要一同得福 我们要有亚伯拉罕的同情 因着信心 世上没有一个是好的 没有一个是义 所以我们要用信心来到上帝面前 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上帝说 我们要 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那时候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亚伯拉罕 他等二十五年才有孩子 二十五年 在圣经有一台个人叫做亚伯 他也是等二十年 等了二十年 月色也是 月色十七岁的时候 上帝让他发一梦 月色梦到 我全部能跪在他面前 向他下拜 哇 他是王的 他就跟他的哥哥讲 我梦的梦 我全部能拜 结果他哥哥就怒气他 说 哇 你这个人太骄傲 结果他哥哥就设计他 把他卖去埃及 他发了一个梦 跟他各个人讲 他各个人怒气他 把他卖去埃及 在埃及里面坐牢 坐多少年 十七年 十三年 十七岁 坐到三十岁 结果怎么样 成为了宰相 马来西亚哥有这样的事情 坐牢坐到成为宰相 不过月色 他坐牢的那一天开始 他没有离开过上帝 三年 多人保守他 这十三年 这十三年里面 他再建议里面 他进入上帝 上帝提拔他 成为宰相 他忍耐 如果今天你到处里的时候 信耶稣要坐牢 十三年 看他要不要信 要不要信 信了耶稣坐牢十三年 不不给你做彩相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哇真的是 什么我要不要去想一下 还有别的路吗 不只是事实吗 这是事实 莫西亚是 四十年在旷野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四十年在旷野 走了走了走了 没有得进 一许之地 被他们埋怨 但是以色列的后代 可以记录 上帝是连续 四十年过去了 不过上帝的事情 还是怎样成就 所以以色列人 他在这个旷野 要进入加拿地 其实只需要 两个星期 而且是走路 用走路两个星期 现在有飞机 有车了 用两个星期了 你实想到 是多么近 就可以去到加拿地 是因为他们埋怨 他们 还有一次就是 他们在这个 加底斯巴尼亚 加底斯巴尼亚 就是在加拿地边界而已 就过去就是事了 但是他们忍不住 埋怨上帝 向上帝挑战 上帝说四十年 在那边都 都完了四十年 还没有人静 太阳了 后一层人的静 所以弟兄姐妹 上帝说什么 弟兄们 你们要把 那先前奉主 主明说话的众先知 当作人 当作人受苦能忍耐的宝样 那先前忍耐的人 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 你们听见过越本的忍耐 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 结局明显 主是满心 满心怜悯 大有慈悲 这些莫西 他们就是一个榜样 他们怎样忍耐 他们是有福的 越本也是有一个忍耐的榜样 他有七个孩子死到晚 他的产业被盗贼抢到晚 他的功能也被杀到晚 但是 他甚至他们怎样 他身上身无仓 哇 伴着重病 他的老婆 骂越本说什么 你还信这个神啊 咒诅他 哇 但是越本说什么 赏赐的是耶华 收取了是耶华 耶华华的灵是应当成熟 他不敢开门 上帝是赢着这个信心 赐福给他十四个孩子 恢复他一切的产业 他忍耐 比痛 孩子失去了七个 不是一个 七个 哇 上帝不应付他 三次对他 所以我们要忍耐 你所做的 要交错耶路王 所谋的 就必成立 你所做的 要交错上帝 你所计划的 所要成就的 你交错上帝就会怎么样 成立 依靠他 有一个信主的姐妹 哇 他信了耶稣 哇 耶稣好爱我 他很高兴 很兴奋的家人也能够信耶稣 就在那边祷告 一年 两年 三年也很有得救 他家人 还是不要信耶稣 心里还是很低 等了六年 哎呀 还是没有 祷告了六年哦 接下来就去祷告 祷告了九年 还是没有 哇 这个上帝是不是不爱我的家了 怎么办 啊 不能忍受了 但是呢 就在有一天 这个 这个女姐妹呢 就去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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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聚会 听到牧师讲道 牧师说什么呢 牧师就作见 在说 他 为他的家人 祷告了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结果全家人 信息是什么 跟姐妹听了 就 杀掉 哇 我才祷告九年 不可以 牧师祷告了二十五年 不要比他 跟你来 快点 祷告 就在第十年 最后一年 第十年 他全家人信息是什么 他只有上帝 祷告了第九年才放弃 没有 太可惜了 不要放弃地世界 不要放弃 还有一个牧师 叫做 Rox 乔治 乔治 慕乐 牧师 这个人一生 五万次的祷告 上帝决定 一遍 五万次 他每一个 祷告都写下来 他祷告 上帝成就 祷告 上帝成就 神迹奇事发生 这个牧师真是很了不起 但是他为他的朋友的儿子 祷告 祷告了 多久呢 四十年 四十年 他派人的儿子 才是耶稣 而且他也祷告一个 他很好的朋友 祷告了六十三年 八个月 才是耶稣 他祷告有能力的 是一个很有能力的 牧师来的 祷告一件事情 那六十三年 八个月 所以弟兄姐妹 耶稣他没有 他不会问你说 你祷告多少天 祷告多少天 他不会问你了 他要看的是 你祷告有没有灰心 耶稣看的是 你有没有灰心 祂的命令就是 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这是祂的命令 祂没有说 你要祷告几天 没有 所以不动祷告 祷告 祷告 不要放弃 不要灰心 灰心的人得不到 弟兄姐妹 牧师不要骗你 跑到就可以了 不要灰心 祷告不是 祷告 上帝一定成就 上帝不是 看你多少天 二三天 哎呦很可怜 不是 上帝就是 看你不灰心 行善也不可以后退 不可以去骂 不可以赏智 行善是 也要热心火心 我热 用心去行善 不可以后退 上帝的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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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常常会收入住啊 我老到一年了 上帝看 千年如一日 千年如一日 你知道吗 你不要跟上帝讲时间 不要跟他讲时间 不要跟他讲心 神 父是灵 神是个灵 祂要我们用心灵 成事进来吧 用你的心灵就对了 这是这样简单 常常打法 忍耐到底 忍耐 这条当损错的 一定看到上帝的荣耀 一定看到神웃 Common signing on